第二十四集 仪陵老祖的鬼迪 名为陈晴 威名远扬 此时他以竹笛应鹤 故意吹得错漏颇多 气息不足 令人不忍足听 估计蓝忘机 从来没和如此糟糕的人合奏过 谈了一阵 终于无法若无其事地继续下去了 面无表情地 排眼看魏无羡 魏无羡厚着脸皮 装作看不见 调子越跑越远 转了个身正准备继续吹 突然身后传来异象 他回头一看顿时一惊 只见原本已失去意识的蓝启人 竟然直挺挺地坐了起来 顶着一张蹊跷流血 蹊跷生烟的脸 从胡子嗓子 到指着魏无羡的手 都在发抖 声嘶力竭道 别吹了 滚 快滚 不许 到底不许什么 还没说完 他吐出一口鲜血 又原地倒了回去 重新陷入奄奄一息的昏迷之中 魏无羡目瞪口呆 他大概能猜出蓝启人的不许 后面是什么 不许吹了 不许合奏 不许玷污他爱徒忘记的琴音 他们这一场琴敌合奏 竟然把蓝启人活活气醒 又活活气晕了过去 可见难听到什么程度 不过即便如此 那只手还是在笛声与琴音的联合压制下 缓缓垂下 魏无羡 毫无羞愧之意地想 难听归难听 有效果就行 最后一声弦响止息 须与明氏大门弹开 日光颇地而入 大约是角楼上的警钟停止了冥响 原先围在明氏外的子弟与门生们 都冲了进来 顿时所有人都在叫韩光君 蓝旺基将手压在弦上 制止了琴贤嗡鸣的余音 起身去探拦起人的脉 有他带头 其余人也很快镇定下来 年长的几位前辈 将明氏里蹊跷流血的几人身体放平 便实施救治 他们在施针送药 另一波门生则抬来了一尊铜钟 打算将那条手臂罩在里面 现场虽忙碌 却井然有序 且轻声细语 没有任何人发出喧哗 锅躁之声 几人忧虑道 韩光君 丹药和施针都无效 这该如何是好 蓝旺基三指 仍放在蓝起人脉上 凝眉不语 蓝起人主持过的招魂仪式 没有一千 也有八百 其中不乏厉鬼凶灵 连他都被怨气反扑所伤 可见这只鬼手的怨气 有多害人 简直前所未见 魏无羡将逐笛插回腰间 在内尊铜钟旁蹲下 摩缩着上面的金文 心中正思索 忽见蓝丝锥面露黯然之色 道 怎么了 蓝丝锥 早已知魏无羡妃等闲之辈 略以迟疑低声道 少许 有些愧疚罢了 愧疚什么 这只鬼手 是冲我们来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不同品级的照音旗 有不同的画法和威力 当初我们在墨家庄 画的那几面照音旗 作用范围只有方圆无理 可这只鬼手杀气很重 以人骨肉血气为食 如果他一开始 就在那作用范围之内 以其凶残程度 墨家庄早血流成河了 可是 他是在我们抵达之后 才突然出现的 即使说 他一定是被心怀恶意之人 故意在那个时间 投放到那个地点的 魏无羡道 科业挺扎实 分析得不错 蓝思追低头道 如此 墨家庄那几条人命 我们怕是 也要负责任 而且如今 还连累的蓝先生 他们也昏迷不醒 沉默片刻 魏无羡拍拍他的肩膀道 该负责任的不是你们 是放出鬼手的那个人 这世上有些事情 本来就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 那边 蓝忘机撤了手 蓝家众人盲问 韩光君 如何 蓝忘机道 追本溯源 魏无羡道 不错 追本溯源 找到这只鬼手的全尸 弄清他的身份 自然有法子救人 蓝景仪 虽然已经知道 魏无羡肯定不是个疯子 但总是忍不住 要用谴责的口气 对他说话 你说的简单 招魂招不出来 闹成这个样子 到哪里去找 蓝忘机道 西北方 蓝思追起道 西北 韩光君 为何是西北方 魏无羡道 不是已经指出来 给你们看了吗 蓝景仪疑惑 指给我看 谁 谁指的 韩光君没指啊 魏无羡道 他呀 众人这才发现 魏无羡指的 竟然是那只鬼手 那条手臂 定定地指着一个方向 有人想要改变他的位置 他竟是执拗地转了过来 恢复原相 众人从未见过这般状况 惊愕不已 蓝景仪道 他 他这是在指什么 魏无羡道 还能指什么 要么是他尸体的其他部位 要么就是害他变成这样的凶手 文言 几个刚好站在西北方的少年 赶紧躲开 蓝望鸡看魏无羡一眼 缓缓起身 对朱鸣门声道 安置好舒服 那几人点头道 是 您这便要下山了吗 蓝望鸡微遗憾手 魏无羡 以鬼鬼祟祟蹭到他身后 喜滋滋地大声自言自语道 好好好 终于可以下山私奔了 众人面露惨不忍睹之色 年长的门声尤其悚然 几名少年 却多少有些习惯了 只有躺在地上的蓝起人 无意识间似乎又是一阵面目抽搐 众人均想 这人再多说几句 说不定蓝先生就又被他活活气醒了呢 世家先手 出行业烈 往往前呼后拥 排场慎足 但蓝望鸡速洗独来独往 这条手臂又斜门怪异 稍有不慎 即可能祸及旁人 蓝望鸡便没有带家族子弟 与其他门声 只烧上了魏无羡一个人 钉他 也钉得越发紧 魏无羡 原本想在下山探查时 寻以机会溜之大吉 可途中屡次试图逃跑 下场 无疑不是被蓝望鸡 单手提着衣服后领拎回去 魏无羡改变策略 极力往蓝望鸡身上又贴又粘 尤其是晚上 雷打不动地往蓝望鸡床上爬 指望蓝望鸡被恶心地受不了了 赶紧一剑把自己劈走 可任他东西南北风 蓝望鸡自窥然不动 魏无羡一钻到蓝望鸡的被窝里 蓝望鸡就轻轻一掌 拍得魏无羡浑身僵直 再把魏无羡塞进另一条被窝里 摆成规规矩矩的睡姿 直到天亮 魏无羡吃了好几次亏 一觉醒来 都是腰酸腿软 叫苦不迭 不免心想 这人长大了 也比以前没意思多了 以前撩他 他还知道扫 还扫得怪好玩 可如今非但扒风不动 还学会反击了 真是岂有此理 寻着那只左手的指引 二人一路往西北而去 每日合奏一曲安息 用以临时缓和这只手的怒意和杀气 行至清河一带附近 这条手臂维持了许久的指路姿势 忽然改变了 收回了十指 五指成全 这便是说明 这只手所指引的东西 就在这附近了 蓝望鸡和魏无羡边走边访 来到清河的一座小城 正值白日 街上人来人往 甚是热闹 魏无羡 踢踢踏踏地跟在蓝望鸡身后 忽然 一阵刺鼻的脂粉香气 扑面而来 闻惯了蓝望鸡身上清淡的檀香 魏无羡被这气味一次脱口而出 你这卖的是什么 这个味道 香气 是从一名身披道袍 脸上写满坑蒙拐骗的江湖郎中那边传来的 他背着一只箱子 向过往行人兜售一些小玩意儿 见有人来问喜道 什么都卖 腌脂水粉物美价廉 公子看看 好 看看 给家里娘子带 我自己用 郎中的笑容凝固了 心道 拿我寻消遣呢 尚未发作 却见另一名年轻男子折了回来 面无表情的道 不买就不要闹 这男子俊极雅极 白衣墨俄胜雪 铜色浅淡 腰悬长剑 这郎中是个假道士 于玄门世家 一知半解 认得姑苏蓝氏的家闻 不敢造次 忙把箱子一勒 往前跑了 魏无羡道 你跑什么 我是真的要买 蓝王鸡道 你有钱买吗 魏无羡道 没钱你给我呀 说着 把手伸进蓝王鸡的怀里 本没指望掏出什么 三下两下 却真叫他掏出了一只 精致小巧 沉颠颠的钱袋 这完全不像是 蓝王鸡会戴在身上的东西 不过这些天来 蓝王鸡身上 叫魏无羡匪夷所思的事情 也不止一两件了 魏无羡见怪不怪 拿着钱袋就走人 果然 蓝王鸡任他拿 任他走 没有半句不满 若不是魏无羡自问 对蓝王鸡的品性和洁身 自好有那么一点了解 韩光君的名声 又一向好的吓人 魏无羡几乎要怀疑 蓝王鸡和莫玄宇之间 是不是有过什么 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了 否则 为什么他都做到这种地步了 他还能忍 走出一段路 魏无羡无意间回头一看 蓝王鸡被他远远甩在身后 还站在原地 看着他这边 魏无羡的脚步 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 不知为什么 魏无羡心中隐约觉得 自己似乎不应该走这么快 把蓝王鸡就这样扔在身后 这时 一旁有人喊道 伊陵老祖 五文一张 十文三张 魏无羡心道 谁 他连忙去瞧瞧 是谁在卖它 却正是刚才那名 江湖狼中假道士 他收起了劣质的胭脂香粉 改拿了一袋 凶神恶煞塞门神的贴纸 叠叠的道 五文一张 十文三张 这个件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三张好 一张贴大门 一张贴大厅 最后一张贴床头 煞其重 邪其浓 以恶制恶 以毒攻毒 保证什么妖魔鬼怪 都不敢进身 魏无羡心道 牛皮吹上天 真这么灵 你每张卖五文 郎中道 怎么又是你啊 买就买不买就走人 你要是想每张花五十文买这个 我倒是愿意 魏无羡翻了翻那袋 怡灵老祖震恶相 实在不能接受 画中这个青面獠牙 秃目爆金的壮汉 是自己 他据理力争 魏无羡 是远近闻名的美男子 你画的这是什么 没见过真人就不要乱话 巫人子弟 那郎中正带说话 魏无羡忽然感觉背后有风袭来 闪身一躲 有风袭来 有风袭来 有风袭来